…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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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Tiger's Talk 老虎也要說 今天請了很多朋友來跟我們聊聊天 一、二、三、四、五、六 六個英俊、英俊 讓我自我介紹 是 大家好,我是Gerace, 王滾馨 大家好, 我是黃眼思 大家好, 我是習威廉 大家好, 我是Chloe, 朱子堯 大家好, 我是周志文 大家好, 我是HAPPY LIFE的周二學 歡迎… 各位 很難介紹 為什麼 這次不知道介紹演員好還是歌手 很多身分 除了朱子堯之外, 本身是歌手出身 其他本身是拍攝 本身是拍攝 現在就做歌手, 怎麼做 所以我們今天有個題目 題目是甚麼 就是做演員好還是做歌手好 這個題目, 我想在他們心裡 都問了他們自己已經十年八年 就是選不到 我想這裡差不多同時間出道 來幾位 09、10、11 Grace就是… 我想經驗的年資是多一點 我想外表不像, 害怕有我在 走, 走 永遠都這樣 其實你怎麼說的 我想一個世紀 1989年, 有人還沒出生嗎 舉手吧 1989年 只有舉手嗎? 真是頑皮 但如果真的說厲害 你知道五姑娘、明媚小姐 她出道的時候 她最可憐 全部都贏了 她做歌手一年 只是輸給誰 陳慧琳 真是沒有人開了 陳慧琳太強勁了 有比我高 不是, 還有呢 有比我高 有比我高 那時候她就拿 你生我兩個兒子 我沒有兒子生我 不緊要… 收著我的乾兒子, 好嗎 好 你想想當時輸給陳慧琳 金獎她取得了 銀獎就是五姑娘 四個年代的歌手 和他們十年八年做的歌手 有些不同 對, 其實我應該是 1994、1995年 即是上世紀的時間 我還有… 大唱片公司 大唱片公司 國際唱片公司 很多同事 化妝師、髮型師、車 甚麼都要接送 就管接送 一出的活動 一出的活動 想吃甚麼就吃甚麼 出的活動, 甚麼的活動 有很多的活動 有多少人坐著的 即是一出的活動 也多的 四、五、五、六個 如果我們多個同事一起出 就有十多人出 就是專車管接送 想吃甚麼、吃甚麼 公司有多預算 所以我覺得那一代做歌手 很開心 當然也是 剛出道做歌手 剛才五姑娘說的經歷 你也有試過嗎 因為第一年你簽拍照 對嗎 對, 那時一開始 也有少許多人 可能我有一個同事 助手 助手 然後有化妝整頭 經歷人頭 可能有時候出外 對, 有時會 很厲害 也有三、四個 那你真的挺搭友 我一開始 威威廉 兩年 兩年 之後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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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自己獨立公司 好, 尤其是 剛才五姑娘說得對 因為Chloe一出道經歷歌手 對 你們兩位參加歌唱比賽 你又歌唱比賽 對 威廉就你那一屆, 你就看她 港男 拿了獎 我輸了 謝謝五姑娘 謝謝 那次 她還沒被我吸過 不是 現在也不知道 好 Grace… 改名… 新的名字 G-Race G-Race 因為是Grace G加Race 我想這段時間 也有看過Grace的音樂錄影 拍得很好 音樂錄影對這位歌手來說 很重要 她真的跳得很好 真的, 不能看她 你是否… 其實你還沒選… 還沒選擇之前 也打算做歌手嗎 我小時候做過女團 甚麼事 在讀中學的時候 我們三個女生 自己排舞 自己奏唱歌 自己演唱歌 自己演唱歌 也去過台灣 唱片公司 為何不唱這首音樂錄影 Kazada 為何不叫另外兩位 她一位好像做了律師 一位做了全身媽媽 這樣不行 對 不是不行, 但… 不好意思 但她們又不懂得說廣東話 不知道 又會比較難 你不行 我想Step 大家都認識她的 就是參加歌手比賽 然後由黃之十年 拍了很多劇集、節目 做了很多事情 還有簽上公司 簽上公司 也是出面簽過 對… 公司也做過 到現在就自己做 說不說過程 我做了幾年歌手之後 我發覺很多大公司 都會希望主流 當然主流是因為想賺到錢 我覺得這件事我很理解 但我開始做了多了 Cantle Pop 或者覺得應該是Cantle Pop 之後就發覺很重複 所以我希望有些事情我需要試過 可能之後我會覺得 我還是應該唱一些大老的歌 但我知道我自己一定要試過 才會甘心 但有否享受過剛才五姑娘 做歌手走出來 左前夫後勇 沒有 左四右六 很多人圍著那些 我沒有 你肯定出來出面公司 也有助手 有經理人幫忙 也有助手 一開始第一間公司 市場好一點的時候 也有化妝和梳頭巾 現在就去到自己開車 開車走上去 但可以的 因為我覺得雖然有些地方 是覺得辛苦一點 但我自己學到的東西 真的很多 我真的覺得自己是玩音樂 這件事是想試很久的 還有兩個共通點 就是你自知想做自己的歌 是你的夢想和自己可以作主 她也可以說是老時 是 說是 你那些是不能作主 你那些失落巴黎跌踏下 你自己想不想做 是呀 其實你也聽過 當然聽 收歌回來後自己去選擇 老闆選擇 可能老闆選擇了你 其實我不太喜歡這首歌 但我覺得你唱得好聽 好 那就唱吧 這樣就唱吧 但失落巴黎跌踏下 你自己喜歡還是不喜歡 你選擇還是不選 那首是爆的 那首是直成的 因為我很奇怪 我那個年代 因為有些演員 很容易找一些演員去唱歌 是 那一、兩年時間 找我去唱的時候 故意寫一首 不知為何失落巴黎 幫我寫巴黎的歌 Latourine fan 對,故意寫給我 就要我唱 那首歌就爆了 你喜歡的嗎 我也挺喜歡的 但沒想過效果那麼厲害 是嗎 對,而且有人相信我 真的會唱歌 我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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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錯 我唱歌 我唱歌 MV又漂亮 那當然了 但沒去到巴黎拍的 對,沒錯 雖然是國際公司 但真的沒去到巴黎拍 但說自己拍攝自己的音樂 我跟Railon說 邱威廉 他真的很有心 就是這個Happy Life的創作者 你簡單告訴大家 這個Happy Life是甚麼 Happy Life 其實很多玩音樂的人 首先由興趣開始 向商業發展 我們反過來 我們一開始就向商業發展 好 後來就變了興趣 因為商業價值比較上 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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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一開始就… 想賺錢 一開始就打正招牌 是為賺錢 現在就做巴黎 做一下就不開心 成為了花錢 成為了花錢 其實… 有 一開始是因為公司 有一個BBC頻道 對 做LINE 打正的旗號就是 大家賺錢 就是他做的事情 做一下其實還不錯 做一下,有很多互動 之後就… 有人會說 不如出一首歌吧 其實很早已經有很多粉絲 說你別經常唱歌 出一首歌 但我們很久都沒有出 因為出一首歌太貴 告訴大家 其實要出一首歌 要花多少錢 所以以你們所知 簡單來說 公有人 但公價的話 可能四萬左右 四萬 四萬 由曲池編監 齊齊 曲池自己辦 靠MV自己辦 好,如果四萬 四萬 還沒計劃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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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前輩 如果四、五萬港幣 算是中價還是不錯 便宜 便宜 即是以前不是 林夕、黃偉、文田慈 那些… 五樂城作曲 沒理念 所以有價 那也成仇 他… 小雪偉鬼 收我的錢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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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錢沒有錢 好名 我根本不看也不知道 你才知道 曲池編是他 你加起來 不,編要找人 對… 曲池也不可以 真的要自己辦 曲池真的可以自己辦 還有工作時間 是… 後期 曲池萬一失敗 你也會說這是我的生活 我的風格 我的態度 但你編曲失敗 如果你是音樂 所以編曲就交換 可以找人來賣 對 不關我的事 不關我的事 所以唱… 要花錢 所以HAPPY LIVE 其實之前是一個… 在你自己的家 對… 用電話做的 慢慢有一個直播 然後我看到他 就越來越多 不僅多了 又多了些琴 這些製作多了 來的人 全都不發脾頭 說得出的 在娛樂圈中 那些歌手 新一輩 無論是TVB、外面那些 那些都在我家 那些壞事都在我家 是嗎?怎麼想在我家… 我經常都在我家 想在我家 想在我家 是HAPPY LIVE 以前是我的家 當時… 你不叫我去你家 我也會唱歌 我一直想了很久 就是這次機會 他以前經常叫別人回去房間 甚麼事 多說一次,你就是我 他經常… 這是真的 我為人家 人家就未必是我 是你… 他經常叫別人去他的房間 開 LIVE 但他那張是樓架床 下面就是Live 上面就是床 上面就是床 他經常說 叫了這麼多女生進來 我家的房間也沒試過一個 上床 因為… 我剛才說的地方是… 第二是甚麼 上上床架床 上床架床 因為地方很小 我又想做一個Live房 所以唯有把床架走 但床上升得很高 所以爬上很辛苦 我真的很想去看誰 不,但真的很有心 他要做一個Live房間 由小小的規模 當時你們倆已經經常在 對 你又開頭的規模 反正上面的床架床 我真的… 你… 在這裡 可以隔頂,撞頂 對 站起來就這樣 只想上床架床 想上床架床 我們說到他的地方很吵架 很吵架… 現在又更漂亮 是否每次來做Live房間 真的大家都不計成本 只求開心 有份利是 也有少許錢代回居馬費嗎 不計成本 即是居馬費 搭車請我吃飯 搭到車 請我吃飯 吃飯 也不是坐Uber,是嗎 都是坐錢 如果他們搭小巴走 也可以代到一些錢 我們自己坐吧 別這樣 我也想扔給大家 希望大家還可以賺多錢 坐Uber 真的要搭的空 觀眾都沒有希望 我打算支持 我打算押上去 這樣就騙別人 我們都要看市道 對 但Tabby Live的好處是 就算是一個很差的市道 也能夠營運得很好 因為本身的成分很低 好 其實我覺得這麼多人 裡面的樣子很有特色 我覺得阿文和阿康 即是孖仔 由你們贏的比賽是… 是… 完了之後 我經常說他們兩個 什麼時候一起可以變成… 即是二年Solar 真的去出歌 我想我自己私底下問你 都問了兩三次 為什麼不在一起 可能有很多政治上的考慮 或者公司上 制度上的考慮 你們有沒有想過 現在都很想唱歌 特別是程義結席 當初我和歌曲是歌唱比賽出身 然後我們是唯一興趣 小時候同樣除了運動之外 就是音樂 就是音樂 也有 其實當歌手或是藝術 在台上當然很瘋狂 但是… 其實剛好在家附近 我們是走過去的 走完之後… 對 走過去之後 會怕被粉絲遇到 要住這裡 然後離開的時候 就說再見 上的士 但一繞一繞回去 轉個彎段 不開心 那一段影片 那一段影片是… 即是當時會介意的 阿哥怎麼沒有反應呢 我想是… 即是當時我們跟弟弟進入劇之後 一直都跟歌方面沒有接觸 但見到身邊的歌手朋友 那時候一起參賽的朋友 不斷出歌 雖然覺得在過程中 是學到很多東西 但好像跟自己本身 上早的戰 那件事 是有點距離 嗯 好像有點失敗的 是 甚至乎有一首歌我們錄了 你這個嗎 錄了 但最後呢 就給了另外一位 我們一起參賽的朋友 是呀 唱了的 是呀 還有這首歌是恐怖的 喂呀 是呀 我要知道 我們隨便說 真的 我姓和我名字 說句說句 現在不用說 你說完 我自己會看 有感覺 如果這首歌是很長的 就得了 就得了 我們錄了 對 對 那時候的心 他唱了 原來這樣 他知道嗎 我想問嗎 那個人知道嗎 我應該未必知道 你未必知道 你也不告訴他 我已經錄了他 他已經錄了 不過你爆了 但那時候的心態就是 是否公司不想我們唱歌 怎麼解釋 我問我解釋 老闆,有什麼事 的確事實上 我們在劇方面有很多機會 是 所以可能在選擇上 就扔了我們 你們都不是唱歌的材料 不如先拍著劇 那都不用去說 不懂歌給別人唱 過解釋 過解釋 你們兩個唱得很差 其實真的不差 但我們不敢去找 我們什麼位置 我們那時候有小朋友 二十歲 那時候 我們都不知道應該怎麼去問 總之最後就是 總之別人唱了 對 對 但其實我們沒有不開心 反而覺得 現在回想一下 是一個經歷 我現在這樣說 挺有趣的 相信沒有什麼人 會錄完首歌 只會被別人唱了 我們可能是其中 可能是釘帽 你做完之後讓他聽 對 很可憐 他跟著你唱 他以為是自己的歌 其實是釘帽 其實是釘帽 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 而且他也是很長得的 他值得有這麼好的歌 有沒有眼鏡戴的 值得有這麼好的歌 是不是都開了演唱會 我們開心的 在紅館裡都開了演唱會 不葉君是不是 我們關係都很好 不葉君肯定是 我們不是同屆 是私底 誰是私底 坤哥是我的私底 同屆 G-Race你的夢想是 DRACE G-Race G-Race 那個夢想 是想要開一個演唱會 當人 考慎 考慮 你再偷托更多 vos刻 約有一個投資 G-Race我會投資 真的肯開始機會 開演唱會 不要在紅館裡 總之在開拍節目 終於聚會 給同一個期 同一時間 然後有其次找對付 G-Race 她言真不inder你 以後我 exits出演電影 你是擀作女主角 你擀作女主角 combos再上 阿布 任天樂、郭富城加… 加球 對 加起來 棒球 怎麼辦?同一期 你選擇? 二選一 一樣而已,做不到… 可以去全世界拿那些 可能是康城影展拿準 有機會 你會選擇甚麼? 我覺得是這樣的 我覺得當歌手 尤其是現在沒有唱片公司 我們音樂方面是自己去控制 你如果真的喜歡 你拍攝到二久之後 你回去還是在作曲 還在填詞,你也繼續在做 但我覺得演員方面 我們很被動 有好的機會一定要把握 演唱會,另外一個旗 是同一日開工,那怎麼辦 但如果你工作人員多少錢 其實我看完演唱會的景色 錢我都計算了 正常八明星會 你有這個計劃,你已經做了研究 我是讀企業館 非常好 我沒辦法 但我就是… 我就是很想… 因為你扔那塊錢太大了 如果你不是想做歌手 你不能現場唱賺錢 你永遠都不可能要那塊錢 是… 你不可以說拍了這個MV 要十個廣告,不可能 你是希望有多機會唱給大家聽 演唱會一定是夢想 但有好演戲的機會 因為我覺得我做演員會做很久 可能做到七十歲都會做演員 但跳舞歌手就行 有一個限期嗎 有一個限期 真的有一個限期 有一點我很想問 Step和Chloe 有些人知道 你家裡有些家庭,有些環境 你們也是玩而已 要怎麼這麼認真 有聽過這種話嗎 很多 亦是壓力 很多 對,到現在 我的MV都會有些評論 說成功靠庫竿 類似很多都會有 但是… 當然我無可否認 是不需要給錢回家 那個壓力是小很多的 我可以控制自己的財務 我可以想花費的錢 我有的話我就可以花費 但是是否說 你有錢就一定會成功 又不是的 除了扔錢下去 雖然是辛苦 但其實當中有很多 學唱歌 到之後是被別人說 很多人都要承受 粗口味 都是自己承受 真的要自己承受 就算有錢也要承受 所以我覺得是會有好處 但最後誰能跑出 都要靠自己的努力 那爸爸媽媽有否跟你說 爸爸媽媽,別這麼辛苦 不如不要吵 或者見你 又沒有 因為這個談論 其實我們在我入行的時候 已經談過 參加歌唱比賽 對…參加歌唱比賽的時候 要簽PVB 他們就說不如你不要簽 我培育你這麼多年打歌爾夫球 我打算你是去做專輯的 那你現在做娛樂圈做甚麼 他們覺得當時的娛樂圈 職業 因為大家爭吵的職業 你比我一年長 我是幾個月而已 但剛才你說你聽到很多好聽的話 對 是甚麼 最多是甚麼 對,你也是家裡有背景 有錢女 不用花錢 不用甚麼都做到 其實我最不開心的時候 就是我出第一首歌 然後剛好這首歌放在電影中 所以也有一點聲音 還有一點成績的時候 所有人的反應都不是那些… 除了有些不認識我的 就會說好聽 但知道我的就不好聽 知道嗎 對,因為我當時的歌… 真的生氣了你家 即是覺得你家 肯定是你家 不知道要付多少錢的電影 然後你習慣生氣 就是做主題曲 因為一開始 我一開始不知道誰唱的 因為我還未出來 就先把這首歌放出來 反應很好 但當我出來的時候 反應不好了 反應不好了 所以當時我就很不開心 很不開心 然後就起底了 在家裡做甚麼 於是當時我生病 生病態 只是很極端 對,想法已經轉不回來 但到現在,過了這麼多年 也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現在我看得很開 而且我也覺得 有時久了的時間才會醒來 就會覺得 其實如果不是我有這麼好的家 我根本沒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做現在的事 學音樂吧 對,我去外國讀音樂 然後又有這麼多機會 機會 對 習慧年,不要這些煩惱吧 我媽媽很少說不讓我做藝人 她經常叫我 你用心思考上班 好 上班我叫做甚麼 就是叫做藝術 但說真的 其實你選香港先生的時候 你贏了甚麼獎 數了幾個獎 應該是未來劉德華 所以這世界就是起伏的很難 你的項目是最高峰 對,所以… 你照顧她 這位小朋友是10號,你是不是 是… 這樣有幾個獎 我不是介紹過藝術 我記得是甚麼號碼 謝謝… 10號 因為我記得選完後 不知道為何公司安排了周康的封面 我跟她一起演講 因為當作我是港男之母 你說吧 我跟她抱著 其實港男之母 你不適合了 港男之母真的很適合你 對,她抱著拍照 她聊了幾句話 她剛數完後,我問她 她說是否喜歡唱歌還是演戲 她進來演戲 她說我不會當演員 我說你這麼英俊,為何不當演員 她又沒有說唱歌 她說我最喜歡演戲 我最喜歡演戲、搞笑的 那是怎樣 我很簡單,就是演戲、開開心生活 你記得你說這些嗎 你真的跟我說 你真是說這些 你的夢想是進來TVB做這些 因為我… 我想說是一個傻子,這麼英俊 還要獲獎了,對吧 獲獎了 獲獎了 應該有很多機會 我不會嫁給你的 這是成長問題 因為我以前TVB之前是演戲 我本身就是… 我也是演戲 你是不是演戲 有,很精彩,演戲 演戲很精彩,演戲很精彩 不是… 不是,不是… 因為我們很多人都看過她 阿士的演出 她扮演的,不知道什麼喝酒 都很精彩 我做不同節目 記得上網查她以前的名字 名字叫雜峰 對 如果大家想知道,我猜甚麼名字 雜峰… 雜峰叫甚麼名字 雜峰 因為以前… 很可愛 在阿士的藝人界的看法不同 在蒙事上 總之就是很開心上班 我的夥伴是五位樂 現在是坐巴士 對,是樂部哥 我們一起合作了很久 我帶著兒童節目記 讓我的理想更加深入 周星馳的第二節 沒錯 要整頓這個,當阿士 對 當時,師傅有問我 他問我你想做甚麼 我說,我想做兒童節目 別這樣 然後樂小張說,說不要吧 怎樣 所以最後… 小姐,你別做兒童節目 否則你已經做了 對,差一點我可以實現 差一點可以讓你整頓阿士 所以我最後在TV 都經過一段波子 才能適應拍劇 因為其實做兒童節目 是輕鬆很多 明白 而且是開心 這張太瘦了 我喜歡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 所以我們為何要做HAPPY LIFE 好 接下來,阿哥 你們想怎樣 現在已經很少年紀了 方向 又不再是小朋友了 不是剛出道第一、二年 不是主席而言 那麼多人想怎樣 媽仔,到底想怎樣 這一個混合 想怎樣 其實從來我們對於工作 是來者不拒 很多時候 是不是我們選擇 想做甚麼 就可以在那個行業成功 我覺得絕對不是 尤其我們這行業 你問的話 現在我們很開心 就是我們一個HAPPY LIFE的組合 可以唱威廉的作法 可以跟網民去溝通 那個快樂 一直都可以支持我們 去做這件事 因為實質是錢是沒有的 如果我們拍攝音樂錄音樂 是否馬上可以賺錢 沒有 當然不是 但一個快樂就能看到 但如果真的要賺錢 可能真的要透過拍劇廣告 Golie呢 Louis 我自己會簽了公司 簽了公司 對,簽了公司 但我會自己保持歌曲 因為本來我五月會開演唱會 因為十年 因為十年了 但因為疫情 那時候就解禁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現在 何時才可以再開拍劇廣告 這些都是自知的 也有贊助 找到一些贊助 就是很好 有些著名單位 對 所以接下來要延遲 但歌曲已經做起了 所以我剛才出了新歌 恭喜 恭喜 我除了開心之外 再作多幾首歌 都是給她的帳目 曲詞編也是你 曲詞 曲詞編交給人 曲詞編也是你 曲詞編交給人 盡量只是曲詞 再製作其他配套 讓歌曲可以一直推出 當然 也很希望明年可以開演唱會 繼續做 當然了 繼續做 是 G-Razy呢 我經常都這樣想 我有故事 我是一個文字不擅長的人 其實我拍戲辛苦 因為我文字背得很辛苦 但我覺得在音樂或音樂 我可以去創造我自己想說的故事 他早有一天 其實我們永遠都不知道何時離開 但你放下的故事 你放下你想說的事 你做了沒有 因為人生很快就眨眼就過了 可能50年後 你都覺得這50年做了甚麼 我就不停想去 將我的故事和大家分享 明白了 大家坐在這裏這麼有夢想 其實我們這個時代表 這個時代也很貴 貴得正好 賬給你們今天所有節支歌手 推銷自己的新歌 新歌還沒推出 即播放時還沒推出 對上一首歌… 對上一首歌不是富二代 是說一些不是富二代的人 不過富二代的也可以聽聽 好 觀眾要留意一下 大家還要留意一下 好 我剛推出了一首歌叫花醉 花醉 其實是說一種 我之前有病態時的一種感受 因為不開心時 有時有人去安慰你 有些人會覺得好一點 但當你沉醉在病態時 你會覺得所有事情都很不美好 對 我覺得不開心時有時 是要讓自己不開心 但時間是要有一個限期 對 所以這首歌是說你的故事 接下來 未來人出 我的歌叫絕望時請點播 我自己有份寫的 其實這首歌是寫給我 也是給別人的感受 因為… 甚麼感受 有人說的,攻擊 對,因為我覺得 我一開始會很不開心 但之後發覺那些說你的人 只會在你生命中一粒塵 也可能不如 讓你補充 惡嚇 還有,你也要做人 這首歌就是說了這件事 也很適合我聽 有鼓勵 大家都說吧 很好聽,真的會聽 我首新歌叫Kasara 在西班牙文是已經結婚的意思 有很好看的跳舞 還有,我想將這首歌送給一些 未來想結婚 或者已經結婚 我覺得結婚的女人 不知道在這個社會 很多都是 阿斯拉阿阿太 好像都是一些 不太好的稱號 好像結婚就不會做事 或者不認真 不對自己的夢想繼續去追求 但我就是想 一路結婚之後 可能自己的愛情故事都想跟大家分分 所以大家可以收看 很好 完結了我們的節目之後 其實大家可以在我們Tiger Store 尾聲的時候 可以看剛才他們說的那幾首新歌的音樂 希望大家都可以點擊一下、看一下 支持一下他們很有心的一群 最夢、最理想的音樂朋友 好,這次我們已經說了鐘 對,繼續支持他們 各位,謝謝你上來 來…乾杯…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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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一回合,生日健康 乾杯… 乾杯… 紅的了… 繼續追求 紅的了… 當時比較幸運 第一個工作是做主持人 他還沒說是台慶的主持人 因為我一公司表演很便宜 所以就算是這個年輕人… 其實那時候是一個日本的… 看著你的手,你的手在哪裡 不是… 你們倆躲上去 別說了,你不搶我 別硬了 我很緊張,很緊張 你看著你的手,你看著 很穩定的,慢慢來 我喜歡坐在師傅那裡 是 但不完全是她為人 你有沒有想過 為何我也是自己的才華 為何還沒玩我去唱歌呢 我想與他無關的事 還沒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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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